有同学表示不会画西瓜呀 这个简单我教你 先画出一个长矿笔类 大致为1比1.5的长方形 画出中线 在长方形的右半边 画一个斜着的平行四边形 左半边连接一个三角形 底部再画一根弧线 把铅笔稿擦浅 用彩铅描一遍形 就可以开始叠色了哦 先用红色把果肉整体叠加一遍 左边三角形的亮面 再叠加一遍红色提高饱和度 右边叠加深红加深 区分一下明暗面 再用深红色由深到浅 渐变出中间细节部分的西瓜籽凹槽 为了让颜色更加丰富 左边亮面再叠加一些橘色 再用白色提亮一些西瓜壤 再用黑色画出椭圆形的西瓜籽 用高光笔点亮高光 西瓜皮可以先用到深绿色 叠加底部 往上依次过度草绿黄绿 最后用灰色再叠加环金色 把投影加上就完成啦 快到评论区告诉我你学会了吗